其实中国古代的管理者 他们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琢磨 对于这一群人 他们是有深刻的理解的 王霸之道是管仲管理学中的核心理念 以德福人为王道 以威士人为霸道 管理之道中的恩威病师 是千古不破的真理 往往一个成功的企业 既要有和谐融洽的企业文化 同时又须有规章森严的管理文化 良好的管理之道带来的是一个企业的经营之道 而经营之道演化成的本质 就是社会的和谐之道 这种和谐之道 甚至对于一个家庭 也同样显得至关重要 咱们不要站在政治学这么高的层面 单说企业管理 单说家庭管理 亦富如斯 比如说一个太太在家里面 你怎么能够管理好老公 驾驭好老公的 前两天呢 我就有机会啊 跟一位呢 黄族的这个 就前朝黄族的后代吧 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 是个老太太 我就问她说 长辈 请问怎么才能够做个好女人呢 她说 能够驾驭男人的女人 就叫好女人 这话听得让人觉得既兴奋 又脸红 又觉得很灿燃 当然她有很多技巧性的东西 咱们就不在这个公开的电视节目里面讲了 但是呢 说到驾驭二子 什么叫驾 什么叫驭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以前在国庆上没跟她讲过 驾着 驾 你骑匹马 驾 是吧 他得往前走 驭是什么 停 这叫驭 就你驾的时候 一直往前走 叫什么 叫得 就是 得就是什么呢 一直往前走 所以呢 顺道而行 就是得 得呢 就是得 是吧 所以呢 驾驭得 是为三德 或者是为三才 什么叫做好女人 就是能够驾驭男人的人 驾驭男人要怎么样 既要恩 又要威 是吧 好男人 怎么成为好男人 完全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能够驾驭出来的 这一点来说 我们都知道 再大的男人都是儿子 再小的女人都是妈 这句话 真是颠簸不过的真理 好了 说回此处 再说到这个王霸之术 在古代的时候呢 很多学者认为呢 先秦诸子之旋 博大今生 无出其右 恐梦老庄 身寒末 一所不及也 就是用来形容这个管子 所以呢 我们今天用简单的几个东西呢 就可以帮我们看到 原来管子这个人呢 他在古代的时候呢 或者管仲这个人 在中国古代呢 那的确是政治界 经济界的一朵奇葩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什么 学习两个东西 第一 如何能够管理好上级 第二呢 是如何能够管理好货币 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其实管子这个人 他不是老板呢 他只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者 但是他是如何令到 往上面的人 以及往下面的人 都能够相信他 并且能够得以善终 在他 他不是那种 因为古代的时候 很多那些功高正主啊 就是说你做得好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老板不喜欢你 咔嚓就砍掉了 在万博的旧社会 杀个人就跟杀个鸡一样 但是呢 管子是什么 是最后自己病死的 而且病死的时候呢 这个当时的齐皇公呢 还非常地感谢他 非常地尊重他 称之为叫总妇 就跟爹一样 跪在那个床前 然后呢 说如果你走了的话呢 你要用谁 诸如此类的话题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的本质 就是说活 就算你活到一个管理者 你不是老板 你要活得尊严 死的时候 要死得高级 这才是有智慧的人生 那这个管子呢 对后代 可以说影响非常的大 总体上来说呢 管子他的思想呢 在几个方面呢 可以和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 管子这个人呢 他的核心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 所谓的经济学说 这个经济学说是什么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说 中国文化不科学 西方东西比较科学 科学是什么 简而言之 科学就是物理学和化学嘛 对吧 或者狭义的科学 就是物理学化学 再加上数学 所有跟这个没关系的 不能用物理学 数学化学解释的 很多人认为不科学 这当然是狭义的科学观 但是呢 也可以涵盖一部分 那么 当今西方的科学 是怎么来的 西方的科学呢 基于一个假设 很多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医药学 说从原子到分子 然后呢 到基因 一直往下走 它其实是基于一个 哲学的思考 在两千多年前 两个哲学家 在海边 曾经讨论一个问题 有一个哲学家拿着一个苹果说 如果我手上拿着这个苹果 我拿刀把切了 如果我的刀足够细的话 那这个苹果 我一直会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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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切到非常非常小的份儿 最后呢 这个最小的这个份儿呢 就称之为叫基本的元素 这个东西呢 有可能全世界所有的物质 都是由这个最基本的元素 或者称之为叫分子 或者称之为叫原子 或者称之为叫基本粒子的东西 组成的 这是因为一些哲学家的 这样的一些假设之后呢 才发展出了后来的 一路细分的思考方法 才有了今天的诸多的 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发现 或者在物理学方面的 种种的发现 所以呢 这就是所谓的科学 但是管子这个人 他的核心哲学思想 恰好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说神奇不神奇 稍事休息 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太美智 过去趟